你好,我是匈奴人 土序两国人民打起来了 目前土耳其跟叙利亚人民的这场冲突愈演愈烈 但是起因却很滑稽 因为几天前有一架以色列的客机 其中有一位乘客病重 出于人道原因 所以这个飞机紧急降落在土耳其机场 然后把这个病人送到医院去紧急治疗 随后飞机重新起飞 之前要求加油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飞机降落升起 要消耗多余的油 这超过了他原来的预算 结果居然被反以情绪强烈的土耳其官方刁难阻挠 尽管你宣布了马上要起飞时间 他就找各种借口不给你加油 最后拒绝给你加油 害得以色列飞机不得不经过拖延之后 飞往希腊专程去加油 这个应该说是一种冒犯 一种侵害 因为飞机上有大量的乘客 比如说可能有300名乘客 他们都耽误了很多很多时间 而且这些乘客可能来自世界各地 不光有以色列人 可能还有希腊人 然后还有欧洲人 英国人 法国人 意大利人 美国人 甚至也有土耳其人和叙利亚人 但是土耳其官方都指这些人的切身利益不顾 很多人可能等着下飞机去看病 他也不管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一名住在土耳其的叙利亚的难民 被土耳其官方的反游举动激励了 就认为土耳其行为很好 所以他在上街庆祝游行之后 带住了一名五岁的女孩 强奸了她 然后庆祝一下 作为助兴 你看我们胜利了 我们又给犹太人以沉重打击 又对以色列进行打击了 所以他高兴之余 就像中国人喝酒一样 要来一杯庆祝一下 没想到这件事情 当时现场就有人拍摄了 因为他就在大街上这么干的 结果引起了当地的社区 也就是土耳其人的愤怒 民众认为 这个事情都起因于官方反对以色列的行为 而且他们认为 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有责任 因为这个家伙呢 长期的纵容叙利亚难民 否则的话 他也不会胆子这么大呀 对不对 所以呢 土耳其人民就走上街头抗议 甚至要求总统下台 土耳其的官方呢 随后不得不做出反应 讲那个强奸者 也就是那个叙利亚的难民逮捕 不料呢 此举却激怒了叙利亚境内的人民 因为他们认为呢 强奸一个土耳其五岁女孩算不了什么 对不对 因为在穆斯林世界呢 女孩子真的算不了什么的 他们认为呢 土耳其人不该小题大做 瞎折腾一气 你凭什么就逮捕我们叙利亚人呢 然后呢 愤怒的叙利亚民众呢 公开对抗 驻扎在续境内的土耳其军队 他们呢 这个摘下了土耳其的国旗 更是呢 对这个土耳其落单的平民进行围攻 所以有人就评价到了说 亚马逊热带雨林的蝴蝶 那么一扑上下翅膀 所导致的连锁反应 可能引起大西洋人的巨风 这个呢 说起来好像是一个笑话 但是真的是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呢 哪怕你有几个人去抗议一家餐馆 警察都立即派人到现场去 防止你们双方打起来 要求你们双方都遵守法律 抗议者呢 不要堵住餐馆的进出口 不要妨碍其他吃饭的人呢 进进出出 也不能妨碍交通 你有权抗议 因为警察在现场监督 所以说呢 范馆老板也不会像中国那样 带着活鸡 拎着棍 拎着刀 出来砍杀 就是没人敢这个犯罪了 所以说呢 这个犯罪 很多犯罪 很多社会上的动荡呢 都起因于微小的事件 但是呢 现在呢 这个看来叙利亚呢 这些穆斯林也好 土耳其的穆斯林也好 都不懂得这个基本的原理 所以呢 他们彼此的反感情绪呢 日益高涨 这反过来 就是土耳其境内的这个 反土情绪呢 反过来又刺激了土耳其人民 于是人民群众呢 开始在夜晚呢 去抢劫 叙利亚的商店 抢完了 当然再一把火给它烧掉 这样可以掩盖罪证们 叙利亚人一听说 这个土耳其人开始抢劫 我们的商店 那么我们也要去抢劫 他们的商店啊 于是也纷纷去抢劫 土耳其商店 这起源于两国国民呢 都认为 上街的抗议 喊口号实在太没劲了 不实惠 不如趁机抢劫 对方的商店 这样来干的实惠 有收入啊 你不管抢了什么东西 抢一包回家 总是有好处的 所以说呢 干的不也乐乎 浑身使劲啊 本来那些看热闹的吃瓜群众 也趁机分涌而上 哪怕呢 你抢个碗也好 抢个碟子也好 或者说抢一袋面包也行 当然能抢点钱 或者抢点值钱的东西 那大家更是兴高采类呀 于是人民群众分涌而入 所以说有人就分析了说 这个规律呢 很穆斯林 也就是说呢 他们喜欢冲动 缺乏理性 然后呢 又喜欢弄点这个 有好处 弄点好处 所以说呢 现在两国关系 十分紧张 其实呢 这个土耳其总统呢 是 对此呢 是抱着非常反感的 因为这些 这个抢劫 粉烧 那个 叙利亚商店的人呢 也同时反对他 不过呢 他不得不下令 土耳其 关闭了 两国的边境 过境点 就主要的过境点 现在关门了 而且呢 目前呢 驻扎在叙利亚的 土耳其军队 也遭到了 袭击 这个土耳其的 内政部长呢 埃里说呢 为了这个 平息事态 现在土耳其警方 已经拘留了 474人 因为他们都参与了 针对 叙利亚社区的 大规模袭击 包括纵火 抢劫商店 打人 而且打死了 据说打死 打伤了不少人 这个 属于叙利亚人的 财产和车辆 在 凯瑟瑞市中心呢 被破坏和烧毁 而土耳其 马省的情报机构 密特表示 暴力事件 已经蔓延到 河台省 加齐 安特普省 哥尼亚省 布尔萨省 和 伊斯坦布尔区 而在叙利亚 边境的 阿弗林市 土耳其 那个叙利亚的 武装抗议者 干脆就跟 土耳其士兵 之间爆发了 枪战 打得死 布也落乎 已经出现伤亡 在 其他地方 也都发生了 不同形式的冲突 乃至 武装冲突 而且呢 叙利亚平民呢 也向几个城市的 土耳其军队 头指尸块 没有枪 我就用尸块 从楼底上砸你 有时候也能 砸死 只要砸中了 一般都会砸伤 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呢 目前指责 反对派 引发了 这场 种族 冲突 所以说呢 现在土耳其 那个埃尔多安呢 是两头受气 一方面呢 叙利亚人 当然反对他 因为他是总统嘛 另一方面呢 这个土耳其的人民 也反对他 因为他做总统的时间 太长了 而且呢 这个做了很多 不正确的事情 埃尔多安呢 实际上他本来呢 就是一个农民工 当然农民工在中国呢 是不可能当上总统的 但是土耳其呢 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 所以说呢 他也有一套这个选举制度 不过呢 这个农民和农民工呢 却把这个 他们的代表人物 也就是埃尔多安 选上了总统宝座 埃尔多安 当然呢 他满脑子都是农民工的观念 所以说呢 他就以传 他更多的呢 就是以传统 一个农民 一个土耳其农民 理解的方式 来治理国家 所以说呢 土耳其呢 这些年呢 是非常不幸的 土耳其的货币 也不断贬值 土耳其的人民呢 也一直在反抗 我估计呢 很可能呢 埃尔多安呢 执政的时间 不会太长了 就眼前这件事情 他摆不平的话 很可能造成 土耳其 跟叙利亚的战争 另外呢 就是四川医院 流行 艾滋病 四川 滋阳市的 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呢 最近被抓了 当然 他被抓了以后呢 一般会受到检查 结果呢 发现他有 艾滋病 然后呢 那当然 这个办案人员 很担心 就向他们的医院 做了通报 结果医院里面的 40多个女护士 和医生啊 都慌里慌张的 急急忙忙 也都去检查 艾滋病 结果一查呢 都感染了 艾滋病 而且呢 那当然 这些40多个护士 医生都感染 艾滋病 其他几十个男医生啊 那也是 这个 这个 心急火燎的 跟着去检查 发现也有了 艾滋病 双方 那些女护士 女医生 有丈夫啊 这些男医生 也有妻子啊 而且呢 医生呢 他们收入也比较高 女护士呢 一般来说呢 这个 往往 不仅仅是 这个跟医院的 医生院长 鬼混啊 他们也会跟社会上 其他有权有势的 比如领导 干部 病人 鬼混啊 所以说呢 弄得整个滋养 都人心惶惶 虽然说呢 不一定 百分之百 都感染了艾滋病 因为有人的 抵抗力就是强 而且有人呢 可能是戴了安全套 但是呢 看来呢 比例相当高 所以呢 这个城市呢 都陷入了恐慌状态 中国现在 艾滋病已经是 成了全球第一大国 这主要就是因为呢 这个 泛滥成灾 艾滋病实际上 现在仍然是 不治之症 所以说呢 中国人呢 这个 这也就是使得 中国人呢 就更容易感染 人口的损失呢 又又又多了一个原因吧 而且这件事呢 就提醒大家 如果你到四川去 要小心了 不要跟当地的女子 随便的这个建立密切关系 而且四川人呢 你就是上医院去看病 也要小心了 因为很可能 给你看病的医生 或者给你治疗的护士 都感染了艾滋病 而且呢 他既然感染了艾滋病 他就可能为了报复社会 比如说在给你打针的时候呢 不注意消毒 就可能把艾滋病 传染给你 所以说呢 中国是一个危险的国家 处处充满了杀鸡 不是吧 我以为我给你打针 你打针 我打针